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红焖羊排 现在关注我 龙年争选年夜菜任你挑 我们先将羊排变出来 变 这里大约是800克 展开之前我们先去除大部分的肥油 从左至右依次是瘦肉羊排和肥油 其实还是会有人喜欢带点肥肉的 所以我还是给羊排留了点肥肉挂着 准备这些香料 也可以直接买香料包 锅内下入两勺皮线豆瓣酱 小火煸炒出红油的时候 下入蒜苗根和姜蒜 香料也搞进粘锅里 接着下入羊排和羊瘦肉 翻炒会儿 等羊肉表面均匀上色的时候 倒入大量开水 然后再倒些啤酒进去 分清鲜后 毕竟水热酒凉 羊肉更容易炖烂 最后加入三颗冰糖和五圈亮的生抽体味 锅盖边冒热气了 说明汤都煮沸了 香晕了呀朋友们 众所周知我是不用高压锅的 更喜欢慢炖肉类 用黑法郎铸铁锅来炖羊肉吧 整锅倒入法郎锅 大火等待煮沸 然后盖上盖子 焖煮一个钟 在等待的时候 将两根胡萝卜切滚到快 然后对着胡萝卜说 是时候加入大部队了 走你 趁着开盖了 这时候可以挑出香料 方便食用 盖上锅盖 再炖半个小时吧 时间到了 直接整锅端上桌来吧 最后撒上蒜叶 香葱 或者香菜 猪猪猪猪 Nice 随手夹起一块羊排排 你看 他都害怕的颤抖了 正有这么可怕吗 算了 换一块带肥肉的胖飞吧 我们来试试 是不是已经炖到老人 小孩都能吃的程度 如果你们比较能吃辣的话 可以多加一些干辣椒 我身边的小孩们都长大了 什么都能吃下 只是不知何时起 长辈们都不喜欢吃辣了 所以准备年夜饭之前 就可以先掌握好食客们的喜好 夜夜夜 年夜菜就你了